这台迷里NAS不但有4个M.2 PCIe的接口 还有我们很少见到的5G网络接口 而它带8G内存的配置的售价 低到1399元 再反100 1299元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 N95的 四旁位5G网口全闪NAS 铁位码F4 SSD N95也是英特尔N系列低功耗CPU的一元 它的配置接近N100 照例给大家奉上 全部37台N系列低功耗小组机的一栏表 包含主要接口 功耗 性能释放等指标 供大家购买参考 在这37台N系列小组机中 我们发现大多数小组机的板菜网口 已经是2.5G了 再加上我们的旗舰 和中端小组机 基本上都标配2.5G 所以说这几年来 2.5G网口已经在所有的迷离主机中普及了 我们知道万兆接口代表着未来的趋势 但在这两者之间 5G网口的迷离主机还是非常稀少的 那么对于一台迷离主机 或者全闪NAS存储来说 如果要对2.5G升级 您认为现阶段应该配置哪一类的网口呢 铁位码F4 SSD 它装置了Intel N95低功耗CPU 四核四线程 16EU的Intel UHD核显 DDR5内存 4800MHz 四盘位M.2 PCIe 3.0X1或者X2的接口 HDMI显示输出 5G网络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网线 螺丝刀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是F4A 一共48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 小主机的侧面是铁位码的英文Logo 顶部电源开关键和通风孔道 底部是两个小风扇 从下往上吹 应该是进风通道 后部 USB 3.2进2C口 双USB 3.2进2A口 5G网络接口 HDMI 2.0接口 12VDC电源接口 我们把固定机箱的一拆螺丝取下 从底部风扇往前推 很轻松啊 就指这一颗固定螺丝需要用手领开 不需要其他工具 必须给个好评 上面这两个是M.2 PCIe 3.0X1的NVMe插槽 下面这两个是M.2 PCIe 3.0X2的NVMe插槽 这是内置的铁位码存储 64G 它装有TNAS 6.0的引导程序 翻过来右边是硕大的CPU散射片 8G DDR5内存 4800MHz 这就是内部所有的接口了 BIOS里看到的是N95和8G DDR5内存 这里能看到P21设置15瓦 PL2设置的是35瓦 这里有TOS启动设置 关掉它才能安装和使用其他操作系统 我们用CPU-Z的稳定性测试 简单测试了CPU的性能释放 这颗N95一直稳定性在11瓦 整机功耗18瓦左右 CPU最高温度才67度 就散热可以啊 CPU-Z多线程1194.6 单线程363.1 多线程成绩要低于N100 盖克奔基5多核2597 单核937 多核成绩和其他N95差不多 盖克奔基6多核2914 单核1198 多核成绩稍微超过其他N95 接近N100了 塞利奔基223多核2680 单核909 多核成绩只能说是接近N100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47805 CPU得分165217 我们还给N95运行了OpenW测试 AES522926 XX20291756 CoreMark93320 CoreMark接近了N100 但是没上10万分 也算很不错了 超过了其他两台N95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应接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接载了M.2PCIe 3.0X2接口的NVMe SSD 1600兆币每秒 是PCIe 3.0X2的速度 接载了M.2PCIe 3.0X1接口的NVMe SSD 800兆币每秒 是PCIe 3.0X1的速度 USB 3.2 晶2C口 外接雷电硬盘盒 1000兆币每秒 这是晶2的最优带宽 那么这台LUS去外挂大使直连 带宽还是有保障的 5G网络接口 我们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4.7G 远超2.5G网卡的2.35G 不错 我们也跑了OpenSpeed Test测试 上传下载 接近4.8G Windows下拷贝文件 超过了500兆币每秒 铁维码自己家的系统是TOS6 我们以前已经多次介绍过了 它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给TLUS下挂的SMB磁盘 进行拷贝文件测试 超过了500兆币每秒 这已经是5G网络接口的极限了 这台铁维码F4 SSD 装置了低功耗N95CPU 11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25W Windows下代际最高功耗7.5W TLUS下代际最高功耗8.3W 一般不带缓程的PCIe 3.0的NVM SSD 最大写入功耗3.3W 按这个结果 四盘位全部插满 增加10W 48W的电源足够了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代际温度40度 SSD代际温度46度 铁维码F4 SSD 5G全闪NAS 11W的功耗释放 性能还算不错 大概率接近N100 5G网口也大幅超过了 2.5G网口的速度 它通过底部两个小风扇 来进行主动散热 风道贯穿机身 很好地帮助了 CPU内存和NVM1 SSD的散热 设计非常巧妙 稳定性测试 最高CPU温度才67度 总结一下 铁维码F4 SSD 5G全闪NAS 出厂11W的性能释放 性能是可以的 散热精英都优秀 5G网口速度 大大超过2.5G网口 四组PCE3.0X1或者X2接口 兼用性算不错的 它的风道设计 简洁实用 它的易拆设计 非常适合小白新手 这是一台设计优良 身材小巧 完美散热精英 性能不错 价格不贵的全闪NAS 对它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